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關破證 今天一樣延續我們發哥的議題 這個月基本上我都在跟大家聊這個事情 當然可能聊著聊著大家有發現到 聯發哥還是有多多少少被行情影響 又壓回 那我們知道今天台積電一開盤400塊就沒了 400塊就沒了 最低395.5 400塊就沒了 我最近跟他提到了 這一次我這麼講好了 在未來台積電他應該也不會是穩盤的要角的 只因為他權重占的比較大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說 真正能夠達到穩盤的要角的股票 不是那種一直在破底的 那個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要跟他聊聯發哥的重點 就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IC設計的負面聲音很大 我早上也聽到有些老師一直在批評 昨天有人在批評IC設計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好了 放諸四海 韓國不講 你覺得台灣的競爭力是在什麼產業 IC設計啊 你要知道台灣的IC設計是很強的 連對岸大陸都拼不贏台灣了 都還輸台灣十幾年了 這是台灣的優勢大家懂不懂 所以我問你好了 今天你去跟韓國比韓國什麼有三星 我跟你講他只要三星漲大概韓國指數就漲了 為了是台灣沒有這種這麼大的這種體量的企業 大家懂不懂 我們講說台灣真正的價值是什麼 就比如說你說美國的價值是什麼 然後就特斯拉嘛 對不對 蘋果嘛 可口可樂麥當勞這一些嘛 對不對 這種所謂的大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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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的品牌嘛 那你說日本當然就想到TOYOTA嘛 就是這些大品牌嘛 那台灣你能跟他講什麼 台積電不是品牌 他是代工廠啊 對不對 他今天不是一個掛個牌子 這個是品牌叫台積電啊 他只是個代工廠 所以大家瞭解到 今天台股齁 環市過去這20年來啊 我告訴大家好了 舉凡大盤的每個高點 你去點點 你去點點名 我告訴大家好了 一定都有IC設計創高點的紀錄 不要說我亂講 你如果今天吃八星 你自己去試試 你自己去TES的看 你抓一檔股票去試 你抓金豪科就好了 我們不要去抓 不肯全部都去看 你比對金豪科就好了 基本上只要台股有行情 IC設計一定是背後 那個很重要的推手 這都為什麼法人持股也高嘛 對不對 為什麼散戶也喜歡 因為這是台灣的什麼 最主要的命脈嘛 所以今天 那你說台積電是不是命脈 肯定也是 我就是沒辦法 現在外資一直在賣啊 在外資熟起道路的情況之下 你很難指望台積電會穩盤啊 所以呢 法格的重要性 就越來越重要了 越來越重要了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他也稍微震盪一下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還算蠻穩的 還算蠻穩的 好了今天我不是要跟他聊連法科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呢 早盤就像我昨天有跟他提到 今天破1萬3 我昨天有跟他提到 今天一定會破 今天最低到12991啊 那你說破1萬3有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覺得還好啦 就像如果這幾天你有看我節目 就像我在節目上我剛剛提到的嘛 其實大盤破這倒沒有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是會有一個論局 一個區間的震盪 這個圖我昨天也跟他講過了 最近這張圖我都跟他拿出來講 你看這個圖就是從3955大漲到18619 台股過去這十幾年來 的一個標準大多頭的走勢 我不管你是去年開始進來的 參與到這一段 或者是哇 你是所謂的老股民 哇塞我在市場二三十年啊 所以我相信大家對3955這個點 很有印象 我告訴大家好了 這個點我超級有印象的 你看那個量低到多少 你知道嗎 這是月線喔 你知道嗎 那時候殺到3955的時候 我印象中啊 有一天的成交量只有270億啊 你可以想像大盤現在少一個零 是什麼情形 你可以想像大盤如果少一個 後面把這個去掉 哇 那還得了啊 你知道全台灣有多少證券從業人員 起貨從業人員 要換頭了啊 你就會發現他路上那個騎 Uber E的 騎富胖大的越來越多 我那時候很多同事下午 我跟你講一收完盤對完帳去塞車 為什麼 沒空錢沒空錢沒空錢沒錢啊 每天只有兩百多億 我問你怎麼養家活口 真的 所以過兩天台股你會發現到 怎麼Uber E特別多 就路上騎Uber E的特別多 富胖大變多 你就可以知道 大概基本上是金融從人去監裁的啦 好啦 當然我不希望這樣情形 那當然這邊要跟他提醒就是說 這十幾年的大多頭 台股有沒有出現 超過像這一波五千年的回檔 我告訴大家沒有 這裡也回 但是都沒有回到像這一次那麼多 五千點耶 以前從最高有啦 大概三四千點是有看到啦 但是你說像這一波 哇回五千多點 這倒是目前來講 算比較少見的啦 也是有這裡也有出現過一段 這裡也有一段 但是都沒有到那麼大 所以基本上來講前面這幾段 就是所謂的技術性修正 技術性修正 技術性修正 技術性的修正 好這邊我就要告訴大家了 如果這一段也是一個技術性的修正 它只是針對3955 到18619的這一段的修正 那麼當然我認為 在0.382的位置點 一萬三千零一十八點 正負啦 我昨天抓的有點大啦 我說正負五百點嘛 我就應該看不會那麼多啦 大概正負個三百點有可能 大概就是一萬三千三到一萬兩千七 這邊稍微震盪 當然你不要聽到 我說老師還會跌到一萬兩千七 啥八點嘛 但是在它震盪的過程之中 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個時候啊 要開始做好功課 你看我今天測標就 第二條我就改啦 要優先關注這些營收的 那到底是哪些股票可以關注 我們等一下來給它做個說明 所以我這邊還是在跟它提醒 大盤回到一萬三千點 我個人的看法啦 這裡不失為一個逢低減便宜的好機會 就看你減什麼便宜 就看你減什麼便宜 再來我們先看一下美股好了 昨天的稻窮 來我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稻窮啊 已經有點在漢地打樁的味道了 打樁大家懂不懂的意思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種蓋大樓 一般RC的可能 不太可能會打樁嘛 一般鋼構的話 你會發現它插一個H型鋼 插在地上 然後上面有那個 那個我不知道 那起重機吧 會掉個東西一直撞 一直槍一直敲 每次一敲我跟你講 那個旁邊都覺得好像地震一樣 所以就有很多那種投訴 如果你有看過這個 那就在打樁 對於打樓的腳都聽不懂 如果這個房子 這棟樓要蓋得越高 它那個樁要打得越深 所以它打下去的力道會越大 你會感覺那個震會越大 現在全世界的股市就是這樣子 我為了要打好這個樁 沒辦法 你看一擊拉就擊殺 一擊拉就擊殺 你看昨天稻窮本來還大漲喔 三四百點喔 啊又打回來 感覺起來這邊烏雲密布啊 多頭蛤無希望可言啊 可是我問大家好 真的是如此嗎 真的是如此嗎 看你怎麼去看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就整個美股的情況來看的話 那斯達克指數是還不太行啊 半導體是還不太行 因為它們持續在走路破底嘛 也可以提 大概也可以驗證 為什麼台積電一直在跌的原因嘛 可是呢 就到從指數來看的話 這邊已經有點在打樁的跡象 你看這邊就有兩根在打樁的味道 再加上昨天這一根 那至於會不會打得成功 那當然啦 不經一番寒側股嘛 我剛剛不是提到嗎 當這個樓要蓋得越高的時候 它那個陷入那個力道嘛 就是那個樁要打的那個深度要夠深 你如果只是要蓋個 五層樓十層樓那種小洋房 根本也不需要打幹勾的 大家懂吧 肯定就是要蓋豪宅等級 甚至要蓋那種二三十樓的 那那個樁 大家有沒有看過 以前101在挖地基啊 以前我去看過 哇 深不見底啊 還以為是天坑 大家懂嗎 因為人家蓋100樓啊 所以沒辦法 它那個地基要挖得好深好深啊 大家如果開車去過101 就知道地下道繞好大一圈啊 因為它挖得很深 所以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現在 另外如果接下來 整個圈船的股市 有機會出現一波比較 我們講說 我們不要說什麼報復性反彈啊 我們就講說比較 技術性的反彈好了 我認為這邊 打樁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所以這種反覆震盪 大家忍一忍 你要習慣 可能昨天看起來很強的股票 今天就砰下來 那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今天有個特色 就是說昨天弱的股票 今天很弱 像這個四星 持續的補跌 像這個威盛 昨天就已經開始在補跌 今天就補跌 那這些股票我昨天跟大家提到啦 就是說這些股票 它其實原本都沒有跌啊 你看他們一直都在什麼 相對的高檔震盪 反而這兩天開始補跌 像這個四星 還有包括這個 金星科也是一樣 怎麼會這樣 阿米原本都好好 對不對 都不一定不跌 突然間染疫了 確診了 所以啊 我這麼跟他提醒好了 我覺得這是好事情 當最爛的不跌的時候 大盤會指紋 當本來不跌的股票 在補跌的時候 他只是做一個修正 這個時候 像這種像金星科中股票 或者是像四星中股票 他們的資金會流出來嘛 他流出來 我跟他保證 他一定流到那一些 在低檔的股票 這點我敢跟他保證 不信你們等著看好了 為什麼我敢這樣跟他講 來啦 我來跟他聊一檔股票 反正像今天金星科大跌 太好了 來 我們就來聊金星科好了 別的我覺得 我也不用去跟他多講什麼 聊金星科我是很有感的 來 大家有沒有印象 來 我把這個資料找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來 導播 今年五月份 金星科合併營收 六月公佈五月嘛 衰退百分之12.22% 這是今年的六月公佈喔 那公佈是公佈五月的營收嘛 衰退的 然後呢 七月份公佈六月的營收 大衰退五成 來 我們來看一下金星科 你看喔 七月公佈六月嘛對不對 七月公佈六月大衰退 所以你看喔 金星科是不是被大修理 六月公佈五月 這裡已經醞釀了嘛 這邊要回檔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六月份其實全 我這麼講好了 六月份基本上來講 股票都跌了啦 賣金星科啦 你講得出來的股票 IC設計 幾乎全部都全軍覆沒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雖然那個時候市場 看雖像金星科這種股票 可是我反問大家好了 我現在反問大家一件事情好了 那為什麼我還是帶會員買 為什麼 不是大衰退嗎 哎呦 怎麼說 你帶去買這種衰退公司 哎呦 還是人啊 恐怖啊 不敢買 我們不敢買 我們要買營收成長 一直去那種 我今天要糾正到一個觀念 他七月份公佈六月份營收大衰退 股價反映了沒 反映了嘛 好 但是我問大家好了 請問一下 他的基本面有因為這樣子 而打亂掉嗎 他有因為公佈營收衰退之後 然後他的RISB全力金 然後就沒收嗎 他有因為這樣子 然後印度的市場 就被打亂掉嗎 沒有嘛 相對的 在整個大環境都沒有什麼改變的情況之下 營收衰退 他股價被修整 當然我不是叫大家做壞事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買營收衰退的股票 而是這個時候啊 技術面就有用了 大家懂這個道理嗎 不懂齁 來 技術面就有用了 沒關係 你營收你去公佈衰退 但是我告訴你 指標都在低檔 我就不相信在這個地方佈局 我會有什麼損失啊 這就是所謂的經驗法則 所以你看 8月3號帶領會員236238買進 有沒有看到 買得漂不漂亮 大家自己看 7月份我就不講了 8月份我們8月3號買進去看 搭轉這一段 好問題就來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利空見底啊 結果呢 利多見頂 來 9月29號 RISV切入車用HPC應用 金星科股價表現相對大盤強勢 不放這個利多就算了 一放出來結果股價開始跌了 法人看好全年營收成長兩成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講到 好大家自己去看啊 因為自己有點小 我就不講了 是不是利空見底 利多見頂 29號在這裡 我看到沒有 不準啊不準 股票市場 是一個讓人家又愛又恨的市場 我常講一句話 好吃又好玩 就像那個殺尿牛丸一樣 好吃 新鮮好吃又好玩 那你要玩得贏喔 玩不贏的話 不好意思 你是天時紅燈喔 所以你看喔 我今天為什麼要跟他提這個事情 當然啦 金星科 反正我已經賣掉了啦 他今天大雷其實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只是要來告訴大家就是說 為什麼在兵荒馬亂的時候 你要勇於進場 我明知道金星科他是衰退的 我還是帶會員買啊 對不對 這個還大衰退 大衰退耶 你知道嗎 我今天看了一下很多股票 很多IC設計 他還是大衰退 但是我發現到股價不跌了 還是利空啊 還是烏雲造頂啊 這意味著什麼 有沒有可能複製金星科的模式 一個利空來股價打下來 結果是一個絕價的買點 我們拭目以待 好不好 當然這是一種 比較偏向於 反市場的一種做法 我其實也不鼓勵大家這麼做 因為這個涉及到懸股的功力 大家懂的意思嗎 不然的話你要知道 六月份這麼多股票 六月份公布已經說 這大衰退 你買不到股票 你看喔 如果你買到像金豪科的話 他六月份還是一直跌啊 後來七月份反還還是繼續跌啊 那就沒有用啊 所以還要壓對保 大家懂吧 就跟夾娃娃一樣 你要夾得準 夾得準 夾得準 有的人10塊 就可以捏了一下 有的人要花幾千 都捏不完的 大家懂嗎 這個就是一種精準的什麼 命中率 大家懂不懂 這個就是 體現一個老師的功力的地方 我等一下來跟他聊 當然我今天不是要跟他聊 我們去買那些業績不好的 我今天反過來 我要告訴大家 有哪些業績成長的 要有錢關注 很重要喔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陳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殺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從此時此刻開始 每天的節目一定要準時的看 因為大盤金都已經殺到一萬三了 已經殺到了 我認為可以進場的 我們不要說好哪一點 我認為有價值的一個什麼 進場布局好點位 那當然啦 現在接下來就是要買什麼 我相信如果時間可以倒流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有一檔股票可以像這樣子進行科 幾乎可以大漲一倍的股票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絕對揭竿起義 肯定蹭啥蹭口到我旁邊 你信不信 一定有的 因為你只要做對一檔股票 可以讓你翻一倍的話 你還會在乎你一萬八千點套牢嗎 你早就已經全部回本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此時此刻 更是考驗選股跟布局的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我希望大家等一下要等到一萬六了 才說 我現在才進來會不會來不及 對不對 現在才一萬三啊 如果你已經打算一萬六才進場的人 那為什麼一萬三不進場不是很奇怪嗎 那不然我等一萬四才進場 那現在一萬三你為什麼不進場 你就寧可犧牲一千點 真的是有這種人 所以我覺得 富貴險中求 這句話自古以來都是它的道理在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花 那年花開月正元周瑩演的電影 它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當大家都不看完棉花的時候 你看 他請家蕩產買棉花 隔年大轉 馬上變陝西的首富 你你說這陷阱嗎 你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真實的故事改編的 對不對 這是真實的故事啊 來 星星9月第三季營收期登峰 但市場存不確定性 我覺得這句話無所謂 大家不用放太太在意 我今天是要告訴大家的 你看喔 這個星星它放出來的消息 因為它 大家知道 越趕越早公佈業績的公司 越叫小 那種越晚公佈的就是 慘了 高市就不好 不過公佈我的業績又不好 對股價一定有影響啊 我跟你講 好學生絕對不怕上牌領獎的嘛 對不對 所以 越趕越早公佈營收的 一般來講 我們來打破了 不錯不錯 表示你今天一起考驗嘛 你看 年增達百分之43 改寫歷史的新高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這星星也不強啊 對啦 我知道它不強嘛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來抵擋 你可能會覺得說 老師你怎麼搞錯啊 你營收創歷史新高 結果股價完全沒有動 我要糾正大家的觀念 那是因為現在大盤也不好 我要跟他提醒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等到哪天 哪天大盤回省的時候 我們講回省不要說回文 等到哪一天這些大戶主力 全部都開始進場買股票的時候 我告訴你好了 他一定鎖定這一些 營收業績沒有問題的股票先壓的 這個是絕對肯定的道理 不信你們可以等他 所以我們今天先來探討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可能聊不完 再來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喔 新唐 今年挑戰一個股本 挑戰你的股本 但是呢 股價並沒有因為這樣子大漲 一副要死不活的樣子 可是投資票 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我這麼講好了 如果我今天抱持著 我想要逢低布局這些 基本面好的股票 請問是要等到他 反應在股價上大漲之後 再去追 還是應該趁現在 大盤人氣虧散 大家都不看好的時候 偷偷的買 當然啦 你現在偷偷的買 我不能保證你一定會賺 但是時間會證明一切 就像我剛剛跟他講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我很喜歡跟他聊這個 這個什麼 金星科的原因就在這裡嘛 因為事實證明嘛 當初我在節目上公開說 我要買金星科的時候 其實正好是大盤最弱最弱的時候 營收又是衰退 對不對 又叫人買這種股票 我跟你講沒有被丟雞蛋 已經我彌陀佛了 可是請問大家 事實證明做老師是對的嘛 沒錯吧 事實證明我是對的嘛 在還沒公佈利多之前 我們就把它砍掉了 結果你看 他一公佈完利多就開始大跌 你說股票市場就是這麼神奇的啊 對不對 爛的時候沒人敢買 然後發布利多的時候就有大跌 你怎麼做人阿姨 你做不贏它是很正常的 因為你們的心態一直都調整不過來嘛 所以為什麼要跟老師對不對 好啦今天上午的節目先跟他聊到這邊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部分我留著笑 再跟他做詳細的說明好了 好不好 就是針對這個營收成長 為什麼要優先關注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好啦你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非常歡迎跟我們線上的助理進行聯繫 當然也非常歡迎你趁現在趕緊加入粉絲團 萬一我又不定期的公佈一些我看好的股票 欸你就會miss掉了好不好 趕緊掃碼加入喔 好那今天上網節目為大家進行那邊 預測所有的投資費用的操作順利 我們下午見 可以判斷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